月存一萬這檔高股息一天 如果能夠維持過去五年的績效水準 那八年後有機會月月加薪一萬元 Pongo 你希望退休之後 你可以每個月領到多少配薪 錢當然是越多越好囉 沒錯 好啦 不過講真的 因為我現在生活還算簡單 那我也沒有什麼 特別的這個 很花錢的娛樂 我就運動運動 所以每個月我一個人大概四萬 那全家大概八萬 可能應該夠了啦 嗯 我覺得大家就是以我自己來說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退休 而且我離退休還有二十多年 哦 你是故意要講你很年輕嗎 沒有沒有 所以我目前出貨的目標 是希望我每個月可以從投資中 就是領到一萬元的配薪 這樣我工作就可以偷懶了 你這個那麼愛錢的人 我才不相信呢 心虛 但是 Pongo你不覺得就是很多人 如果現在開始領配薪的話 就有一種疑慮就是會擔心說 我配薪領回來 我的資產就沒有辦法 就是更快的漲大 嗯 對不對 其實這是兩件事啦 因為 你如果希望資產趕快漲大 你當然是把更多的本金滾入去做負利嘛 可是 有些人就情緒上就是覺得有領到錢 會比較開心一點 那像我就年紀大之後 我也覺得 固定有領到錢 我也覺得心情還蠻好的 那至於這個錢領回來之後 我想要再滾入 或者是我想要拿去做別的用途 在我 完全決定在我自己啊 譬如說我今年我覺得 我工作好辛苦喔 那我想要好好花一下 我去年這個股息出來賺哪錢 那我今年我就不加投資啊 我就出國去啊 或買一個靠藏我自己的東西 很開心 因為有領了 拿了現金嘛 對 那如果我今年覺得說 我今天市場剛好很低名 對不對 然後股價跌的很低 然後現金領回來之後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加碼點 那我就去加碼了 而且至少 如果領回的是現金 至少 如果我是剛好是在股價很低名的時候 你也捨不得賣單位數嘛 你賣了單位數 你又覺得 我為什麼要賣這麼低的地方 那就是又 如果你剛好要用錢 也有點尷尬 嗯 嗯 沒錯 我覺得風哥說的沒錯 就是你有領配息 不代表你要花掉啦 就是最近我覺得有些ETF 它主打高成長加高股息 就是我覺得這是認真可以考慮的標的 因為你配息領出來之後 就像風哥說的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財務狀況 就是有彈性的選擇 可是你要股息再投入呢 增加負利效果 還是譬如說你那個月有其他的需求 譬如說一年一度要繳所得税啊什麼的 你就可以拿配息來繳 悠悠你剛才講到高成長加高配息的標的 這是什麼 我今天想要幫大家介紹一檔 就是我拿來試算用的標的 那這一檔呢 是主打科技百岳當靠山 然後它同時呢 又有高股息率的ETF 那就是富華台灣科技游息00929 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報告一下它的狀況 然後馬上來算算看 到底要存幾張 才可以達到月領1萬元 不過呢 因為00929 它在今年6月才掛拍 所以我們利用的是它所追蹤的指數 特選台灣科技游息指數 來看回測的狀況 來看它的績效以及股息率 我們先看到近五年的 韓息年化報酬率為15.9% 比同期間的大盤表現高出4.2個百分點 表現相當的優異 另外也可以看到 這段期間的電子類指數報酬表現為14% 比大盤高 所以可以推估呢 這五年來大盤的成長 電子類股可以說是功不可沒 而特選台灣科技優息指數 在從這些台灣的電子科技類股中 挑出強中之強 所以報酬率相當亮眼 而且在股息率的部分 近五年平均高達7.5% 也是非常高的水準 不過要留意的是 它的波動度為16.8% 跟其他的高股息相關指數相比 是比較大的 這也是因為電子股的特性 漲勢猛烈 然而當基本面可能不如預期 或是市場資金退燒的時候 比較會容易有劇烈的回檔 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 特選台灣科技優息指數 因為有高股息等基本面的全股邏輯 所以波動度比單純的電子類指數 來的低一點點 接下來我們來試算 如果想要每個月有1萬的配息 表示一年要領12萬 那我們再以這個指數 最近五年的平均股息率7.5%來看 等於是存100萬的部位 一年可以領7.5萬元左右 所以每年12萬的話 就要存到160萬元 但一般人可能也沒有這麼勇敢 也不一定有這麼多錢 可以一口氣買這麼多 但優優我相信你口袋是蠻深的 你大概會怎麼存呢? 我還是想要定期定額 相對分散布局一點點 假設我們每個月存1萬元 嘿 鋒哥你猜一下 這樣要存多久才會到160萬 喔 因為中間還有負利效果 這算起來真的蠻麻煩的 你應該有算過吧 趕快告訴我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試算的結果吧 假設我們每個月先投入1萬元 那以每年起初的方式計算負利 在第一年結束的時候 你的資產累積是12萬元 那第二年的時候 大概可以成長到26萬元 一直到第六年 你投入的本金總共是72萬元 但因為資產 它在負利效果的影響下 就可以突破百萬 接著第八年 資產可以成長到大約是170萬元 等於你存了7年多 將近8年 就可以擁有超過160萬元的部位 如果你不再投入本金 也不再將配息投入 而是領出來 那我們以特選台灣科技優息指數 過去5年的平均股息率7.5%來看 那這160萬元的部位 每年大概就可以讓你領到12萬元的股息 而且因為價差會持續成長 所以這160萬元的部位 還有機會慢慢的變大 股息之後呢 也有機會慢慢的會再變多 不過因為少了股息再投入 負利效果就會慢一點點 如果你第八年之後 還是讓股息再投入 大概到了第十年 資產就會成長到255萬元左右 而你實際投入的本金 是120萬元等於翻倍 風格這邊要先提醒大家 又有剛才的試算 是用過去的指數回測的年化報酬率 也就是說未來的績效如何 無法保證 過去幾年雖然很好 但也有可能更好 那也有可能比較不好 這時候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因為2020年股市大回檔之後呢 配合著全球降息熱錢又大量的回流到風險性資產 所以全球股市幾乎都創了新高 台股也是在這段期間創下30年來的新高 來到萬八這個水位 那我們回測的時候 就有包含了這段期間的狀況 所以15.9%的這個年化報酬率呢 算是長期來看是一個相當好的報酬率 不過投入人要理解 股市不是天天過年 也不會是每年都正報酬 所以這個試算呢 看起來它是一個指增不減的成長曲線 不過實際上它是趨勢往上 但過程中呢 可能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會有一個拉回再上拉回再上的過程 那試算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簡單平滑的方式 讓大家做個理解 那我們根據前面的試算呢 假設我們從30多歲開始存 擁有穩定工作的時候 我們認真存個20年 期間的股息我們都在投入 20年後 如果我們一樣用15.9%的 含息年化報酬率來算的話 最終你投入的本金是240萬元 但是你的資產可以增加到超過1300萬元 這個時候我們不再投入 以每年配息7.5%來看 每個月可以領到大約是8萬元的股息 但是優惠也要強調 這是理論上的試算喔 未來20年能不能夠做到 這麼高的年化報酬率 還是要看市場怎麼回應你 而且大家一定要記得 它不會一路向上 但長期穿 還是會有負利的效果 給你甜美的報酬 有計畫穩穩的執行 真的會聚傷成他 Pongo 你知道嗎 我自己也是從10萬20萬 開始慢慢存 我知道你空門大王 才不是耶 然後後來到了資產 真的突破百萬的時候 不只百萬吧 我覺得好幾個百萬了吧 就是那個負利效果 會越來越有感 我知道啊 你越來越有錢 當然會越來越有感囉 嗯 好 影片尾聲又又幫大家補充一些 附華台灣科技遊戲00929的資料 因為我們前面談的比較多是指數的回測跟試算 這邊來認識一下這檔ETF 先上基本資料 前面說過 他追蹤的是特選台灣科技遊戲指數 選股的方式 母持是上市上櫃電子類個股市值前兩百大 接著會經過一些基本面的篩選 劃緩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股價波動度 股息的變異性等等 最終會以股息的殖利率排序 選出40檔成分股 值得一提的是 所謂的股息變異性的考量 它是剔除近五年現金股力變異係數較高的前10% 百話文解釋就是剔除股息忽高忽低的個股 等於是過濾掉了部分配息 獲利比較不穩定的景氣循環股 留下具有成長性有穩定配息的變子股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00929 它是一檔月配息的ETF 是目前台灣股票ETF當中唯一一檔 而且為了讓配息穩定 它有兩重的機制 第一 它在每年6月的時候 會確認當年度成分股可收取的股利總額 然後採取平滑化的策略 目標是盡量平均分配到每個月 讓投資人可以在每個月領到的配息金額 維持穩定的水平 第二 它有納入收益平準金機制 可以避免因為除息簽 投資人大量湧進而稀釋的股息 穩定的月配息 對於資產漲大到一定部位之後 讓你退休或者是想要早點停止工作之後 這樣的現金流就有助於你安排生活上的各種支出 不管是房貸也好或者是生活費也好 這算是讓你生活上會比較安心的一種做法 不過峰跟我還是想問你 因為像00929這種ETF 它百分百集中在科技股嘛 波動度大風險相對高 會不會是它的投資益率之一呢? 其實現在的科技股真的跟我剛進股市時候的科技股不太一樣 因為它的類別已經非常多了 有些科技股已經變成是成熟類的科技股 有些科技股呢 則是非常欣欣前沿的科技股 那欣欣前沿的科技股波動就很大 成熟性的科技產業呢 我們以蘋果來講 它現在其實就變成是一個印鈔機 每天幫巴菲特印鈔票 所以未來的這種電子產業呢 它會在我們生活中很大一部分 因為我們生活上幾乎大部分的事情都跟科技相關 如果它的選定標的是指這些經營績效優異 而且又會穩定創造現金流的科技股的話 它事實上也有可能產生的 並不見得是一個大波動 也有可能產生的是一個穩定的創造現金的能力 不過在投資上你還是要注意一點 因為你不知道你投入的時候 是產業景氣在低谷還是高峰 雖然說科技產業有很多是穩定的創造現金的產業 但是在景氣 整個科技面臨到整體產業的景氣高峰或低谷的時候 可能還是會有一個積極現象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呢 你如果集中的單比的OIN在某個高點的時刻呢 可能會對你的長期報酬率會有點影響 所以如果你想要佈局GEO的電子產業 那我會建議呢 你還是定期定額去做ETF的投資 真的有餘裕喔 或是真的在低檔的時候呢 在單比加碼喔 用這種方式來長線參與台灣科技產業的成長 謝謝峰哥的提醒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錢影響月公開說明書